在警方相关单位的吃饭活动中 其实并不会像电影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每次都会出生入死 更多时候是在预防犯罪 正受罪犯 在夜间的执行活动中 能够最大限度起到正受罪犯作用的除了警车的私民生 就是警察街上所佩戴的小小监灯了 这种警用监灯采用的都是穿透离极强的高亮度LED主动式发光光源 在5小时内能够持续发出红蓝色高频闪光 辐射可达500米之外 而且警用监灯体积小 重量轻 不受恶劣天气影响 随身携带方便 第二代警用监灯还可实现360度旋转功能 并且能够一键切换至手电筒状态 十分省电 一堆7号电池可以让警用监灯持续续续航100小时 让警察使用2-3个月 这个小小的监灯的用处可多了去了 首先能够震设罪犯 监灯虽小 但这种迷你型的警用灯 直接吓破贼胆还是妥妥的 此外 警用监灯也可以保护警察自身 500米之外就可以看到闪烁的灯光 提醒过路的司机及时发现警务执行人员 并注意避让 以及大大保证了警方夜间活动的安全 在夜间执行时 警察免不了要到光线昏暗 甚至根本没有光源的场所 想要查看证件或者做记录 监灯就是一个十分可靠便利的光源 此外 还能在夜间帮助路人照明 别看体良小 空的那是一点都不含糊 这种监灯不仅警察难用 很多单外也用得着 如路证 环卫 保安 凡是在夜间户外工作的人员 都可利用这种监灯来保障自身安全 点字幕主要不挣 记录 谢谢观看